在今晚3月18日的菊草夜菜 有几匹半冷的马匹 是值得你留意的 在讲这几匹马之前 首先我在这里 就恭喜一位叫阿钟的朋友 这位阿钟的朋友就是上一次3月14日的赛事 是第一次用我们的职业牌计算表和数据库的用者 而这一天他第一次用 就给他过了三关 接下来他的email就非常之开心 就多谢我们提供这个计算表 还有在这个频道 说了很多宝贵的其他用者命中的经验 给他听 所以他亦都是这一天 是用了Top2骑士的实力码 那这一天阿钟就买了2、3、5场 第二场就是四班牵 而他拿的胆就是潘顿那一匹不极钢 其实这一匹不极钢 亦都是我们赛前在这个channel 告诉你是可以考虑做Q胆的码 因为对手弱 因为只有匹上教 他就拿着这场赛事 就用匹的光胆就拖唯一一匹同性实力码上教 跟着也拖着英明勇将 这个是他程实力码 而这一匹英明勇将是上级是会赢三班的 跟着再拖着7号的幸运传旗 而这一匹幸运传旗就是莫里拉的初出码 而专家认为这一匹马是有机会的 所以他拖的第二场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一匹 心迹马是一样的 就北极光拖上教 幸运传旗 英明勇将 那结果这一场赛事 一拖三赛排着队回来了 就是QT四重彩 这条QT派104元 三龙彩派500多 四龙彩派1700多 也有不少朋友中了这场四龙彩 因为一拖三 将胆排第一第二 买10元住 都是82元 当然啦 虽然有不少朋友中这一场四龙彩 但是我们也是建议 当这些马匹 投过你所拖的马刀全部都是厌满 即是他现在这四匹马都是全场最热的四匹 所以其实那些四龙彩不会太好分的 这些场市 当然我们就建议你少点下注 当然有些朋友中了 我们都在这里恭喜你啦 OK 好了 这一关钟就过了头关了 那他第二关呢 就是买第三场的四笨一千 他就拿潘顿那一匹 他城的实力马 街景福星造胆 那他为什么拿这一匹呢 街景福星是前仗的他城实力马 今次转潘顿期 他说他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有看我们之前 他说他看了我们这个频道很久了 我们有说过了 我们这个街景福星计算表 有一样东西就是很有用的 就是上仗的所有的马匹 那个落飞情况 大幅落飞我们会有红色的 就被他看到其中一匹就是街景福星了 就落飞50%即是飞价 而街景福星他说他有看这匹马 是一匹三岁的质身马 前仗就跑第二在田草千二 上仗他就觉得奇怪 跑谷草一千 是排十二档即是非常不利的 竟然幕后落飞 这场字质身马开始有表现了 而且在不利的档位都这样落飞发 即是说这匹马是有实力的 即是幕后觉得他有实力 所以他就抠这匹马 然后就给他看到 他说这匹马 首先给你看一看 这个街景福星上仁一仗 他落飞的情况 十二档落飞格 而且他的质价Q是多个位置Q 即是说幕后非常看好这匹马 然后他就看到他这匹马刚刚试完一货 即是这个赛前试了一货 同情 即是田草一千 就轻胜那一匹这场的夜门 都拍名区的 在前面 而同时就转叶草行的杀手潘顿骑 所以他就拿着这匹胆 而拖就非常容易拖 好了 我们讲过了 他做的动作就是 跪赖上两仗同情实力 拖精算八方 都拍名区 占红三千 结果他拖的一拖三 又是中QT的 这条Q就排142元 而那帮潘顿的马 是有飞的 后来落到46.5元 是赢的了 占红三千跑第二 都拍名区跑第三 又是中QT 这条Q是排142元 这是他第二关 第三关就是买第五场的 田黎 他拖的胆就是 Top2的骑士 莫雷拉的韦什加格 原因就是这样 如果你看同情实力码是没有的 如果没有的时候说过了 怎样做呢 这个是田黎 当然是看田黎1650 卫什加格上像是大胜 三百多胜位 所以他拿着这批胆 然后就拖 也是田黎1650上来的南庄税堡 然后就拖千百 因为这场是千百 所以他就拖了一匹 三岁的质身马 精彩千里 然后当然是拖了 叶楚行 佩莫雷拉 佩潘顿那一排一档的 荣冠大道 其实他拖的也是 和我们是一样的 为什么拖这个马 其实那个方法就是差不多了 结果 他一拖三 在这场里面又是中QT的 其实他三场的一拖三 都是中QT的 对不对 这场叫做拍一百四十元 威胁加格跑第二 精彩千里跑第一 那就是他过世三关 他说由于他第一次用 那他就买了一拖三 五元一注而已 是一百七十元买 那给他收了一万二千多 他说非常之开心 那就在这里 多谢我们 那我们都是 都说一句了 我们说过了 对不对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特别如果你拿 TOP2的骑士 如果你平时简单 不是那么稳健 可以拿着他们的实力码 然后这样去拖 以同乘实力码为主 当同乘实力码少 或者没有的时候 他乘实力码这样拖 而且买Q过关 你是有很多重复的机会 OK 那我当然在这里 恭喜阿钟 继续努力 你还会有时间 好 说回今晚3月18日的谷草野菜 第一批值得你留意的半冷码 是第三场三班一千米的十号 万众之力 如果你去那个J牌的计算表 去那个实力码 第三场实力码那里看 你会见到上将的同乘实力码 第一批就是很甜橙 是四班 紧紧成 今次就升上三班 那当然啦 由于牌一档 它也有很大的机会是放头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看近两仗的 近三仗的同乘实力码 讲季内的那些 它只有两批 就是好甜橙 和万众之力 而这批铁木仪是上季的 如果你将这两批码 做个比较好甜橙 和万众之力 你会见到 万众之力的本身时间是快 对不对 和它的末段也是快 这批好甜橙 是一批放头马 这场也很大机会放 因为快放马不多 另外这批好甜橙 它跑这个路程 其实它放头的速度 其实不是太快 你见到前仗是34.01 其实就是 和标准时间差不多 上仗33.9 也和标准的报处差不多 即是说 这类马 这类马是最怕哪些呢 是最怕咬住前面那些 同情实力马尔的末段 比较快的 而本身时间也是比较快的 正正就是这批万众之力 它的末段是快很多的 它的末段是22.46 它的跑法是咬住在前面 所以它排外洞 不是那么害怕 因为它的跑法是咬住在前面的 最后跟你斗过末段的话 它的末段是比这批好甜橙的 当然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这场同情实力马少了 他城实力马也不多 这些都是后上的 硬和飞马 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形 这批万众之力在这一场 除了实力突出了 然后它的跑法也是突出了 当然了 万众之力也是上将的他城实力马 他上将是谷祖尊义跑第四 另外看回这场 万众之力这场三班赛 跑第二那场 是长刺3-4-0 其实这场赛事是一场 比较高水准的赛事 是吧 怎样知道 去你的计算表那里 它的 key rate水准高低那里 在长刺打3-4-0 赢它那一批跳出四届 再出 都是赢1,000 是吧 跑第三个 和气生财 跑第三 而大红巴跑第七 树上再出也是跑第一 那就是说 它这场赛事 万众之力这场赛事是一场 高水准的赛事 ok 当然了 再加上这一场 它不是大烟门 而且有不错的分头 有六倍 属于一个有价值的半冷马 ok 这个是第一匹值得你留意的马匹 而今晚第二匹值得你留意的马 就是第二场四班谷草千尔的三号马 互力勇士 这一匹马也是六点几倍的 六点几至七倍的半冷马 为何这一匹马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去这场的实力马那里 你就会见到一堆是同性实力马 跑谷草千尔放途马比较逐数 你会见到有两匹 就是有响有响 放途 第四 红富逸 就是说如这个图 大部分都是这样 好了 但是这两匹马都有少少缺点 就是难赢 如果你去所有马赛绩那里 选红富逸 他上三次跑谷草千尔 虽然是两次进Q 但是不容易赢的 而且这两次进Q 已经是减十磅 陈家喜减十磅来放的 而那匹有响有响 上三仗还是上三仗跑谷草 亦都是难赢的马 都是放途放途咬二位 亦都是跑四四五五 那这类马 为什么难赢呢 因为他们 其实这类的放途马一个缺点 就是第一 他们放途的时间不是飞快 你看到 46.45 是比标准速快 46.7 不是太多 这些报处放途的时间是一般的 就是中等的报处 是比标准快的 但都属于中等 不是太快的 报处 那就是说 其实在前面 他不是那么容易弹掉 那些对手的 那就是说 入了最后的100米 那这些马 就容易被 末段快的马而过的 是不是 你看到 他们那个有向有上的末段 二十三个多 这个23 是不是 都不是很快 那红富日的末段 也是 23.69 是不是 所以这类的放途马最怕是什么呢 最怕就是同情 那时间 是做到标准时间以内的 而且那个末段是很快的 如果你看近将的同情实力马 其实最快的末段 都是这批右向右上 那就是换句话说 这批马里面 都看不到有什么马 是有同情实力的 而且很快的末段 是不是 是书国难声位 前将反第四 那护力勇士呢 就是了 他是今季会赢的 而且排外档 他正正跑过时间 差不多标准时间了 但他的末段是 23.4 即是飞快的了 而且那场的报处 是中等的报处 就是说在这场赛事里面 互力勇士是可以 在中等的报处里面 订出一个很快的门段 而这批马 在今天这场赛事的环境 那些同情实的环境里面 他就变成非常值得你留意了 如果你看互力勇士的话 他以前就是 上季就是专门跑谷草 1650的 是放头跑咬前跑的 那自从大摩今季 转了来 1200 就找到新天地了 因为为什么呢 他上季赢完之后 都很难赢了 4.1650 但今季赢61200 用一个后赏的方法 就赢过一次 正正是个能骑的 好了 赢完之后 赢到三班 他都仍然是可以 扔第四、第五 看到吗 也都是加速的 22个多 还有22个 1毛8 如果看他三班 这场赛事 升了三班 这全部很久 长期207 其实是非常不差的水准 这场赛事 如果你在这里打 207 他三班 他三班 跑第一那匹 高耀智升 再出跑同城 入Q 跑第二那匹 好好学习 再出跑第一 跑第三那匹 鸿星树像 再出跑同城 也是入Q 就是说他和三班 这么强的对手 他都可以跑第四 就是说这匹马 活力勇士 一直跑三班 跟着 现在又降回四班 跑了 而且降四班 他还没跑同城 谷祖千尔 是跑1400和1650 而今次又换回 赢马的配搭 而且排的中内档 变造他这一场 和这一批 末段不快的 那个 同城势力马来斗的话 这一批 活力勇士 就会占助一个形势 比较有利的形势 所以这一批 也是大摩的马 刚才那批 第三场也是大摩的马 而这批也是大摩的马 这两批 都有六点几至七倍的半冷马 是这一日 是非常值得你留意的马一批 OK 所以你 希望你浪费时间 看下这两批马 是这些同城跑 是怎样跑进来的 那你就可以更加容易些决定 或者更加可以有效地决定 你会不会拿这些马做胆 或者拿来做脚 OK 好了 如果你是指甲牌计算表 用者都有那一句 记住记住 用这些方法 去刨除所有长次 在实力码那里 就找出上将 最好就是上将有form的实力码 或者同城实力码 或者他城实力码 OK 然后是选凸出来的 无论形势或者实力 或者时间上凸出来的 拿来做胆 当然 如果其中有 Top2 骑士的码 更加值得你留意 OK 所以记住 今晚 选几匹 稳健的码做胆 然后去计算表那里 以同城实力码为主 他城实力码为傅 这样去拖 买几乎那一关 今晚分分钟 是被你博多大赢的 OK 当然 另外如果你还没有 知识排位计算表 和数据库的朋友 如果你看了这个channel一段时间 可以告诉你 你已经浪费了不少的 更大赢的机会了 因为你用我们在这个channel 一直教你的方法 这样去买Q过关的话 你的投注成本只需要几个水 但是分分钟就给你 如果是过关的话 Q过关就分分钟 给你博多大赢 换句话说 今晚博多大赢 各位人士分分钟就是你了 千万买不信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我就建议你 立刻拥有这两个 即计排位计算表 和数据库 你今晚就可以去运用了 你平时买马 是不是经常喜欢买Q过关 但很少命中 我说的很少命中 就是连过两关都很少命中 你平时是不是很喜欢买 三重彩 四重彩 你所行的胆 甚至买福胆 都很少命中 你平时是不是很喜欢 敲一些冷码 但是不知道 如何入手去选 才是最有效 你是不是还没有 职业排位计算表 和职业数据库 这两个很多职业团队 都所采用的 简码工具 如果是的话 我就建议你 立即按我们这个视频下面 其实任何的视频下面都可以的了 即是在视频下面 如要订阅请去以下这个位置 按进去 立即订阅 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为什么我建议你 不要再等了 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有四大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这两个表 已经有了效果的证明 因为由上季至今 我们已经帮用者累积了 所收的彩金 已经过了千万 我们是全部有实例证明的 你可以看回我们BuddinBuddin这个channel 你去我们下面的playlist 即是J21计算表 如何帮用者以小本赢过万的实例 很多很多实例 你可以看 全部都是有实例证明的了 即是说这两个表 是可以真真正正帮到用者 是用小本赢到大的 而且我们的实例 那些用者所买的 都是全部几百元而已 是不会用超过一千元的注码 以外去拨个万是没有 全部都是几百元而已 所以这两个工具 是可以真真正正帮到你 以小波赢大的工具 而且有了证明 所以这个是我建议你 可以立即按进去 这个位去订阅的 第一个主要原因 而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 我们教你如何去用 职业排位计算表 以小波大 而我们建议你 所买的码匹 全部都是 近将同正实例码为主 他正实例码为主的码匹 如果每次赛马后 你都喜欢看下赛后检讨 其实其中一个检讨的方向 你可以看一下那些马 跑油Q或者三红菜四红菜 那些马是否经常是有 和正确码特别是 紧张的包办 如果你看之前 保证你会有惊人的发现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都是这些 所以正正是有这些什么 所以这个职业排位计算表 就可以帮你有效地 在那些 近将的同情码 实力码里面 西减出真正有实力的码匹 去给你投注 而这个功能就是 计算表了 如果你看这个channel一段时间 你应该知道 很清楚我讲的是什么 所以换言之 第二个 建议你立即进去 拥有这两个表的原因 就是 你可以如果你是 用这两个表 是用我们所教你的方法去买 就是买Q个关 或者三重赛 或者四重赛 而三重赛 四重赛 只是把马蛋排在第一第二 而不是行複式 而Q个关 你可以过两关 过三关 甚至你可以买Mati 甚至3T都可以 因为这些全部都有用者中过 你可以看回这里 可以看我们之前 那些实力里面有很多的 3T Mati 全部都有人用中过 而且很多都是不断重复 OK 所以 第二个主要原因 你需要立即进去这两个表 就是 你以后所买的马 是有非常大的命中机会 因为我们叫你hold的马 全部都是更像个同性实力马 OK 换言之你 照着买 你可以 不断重复命中的 而且 你所买的Q个关 所以 那些目标都是过万 就是换句话说 你以后所买的马 全部都是真正正正 可以以小book到大的 可以book过万的 彩辞 这样买 你才有机会 博更大 这样买 你才有机会 不断重复命中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保持买一段长时间 例如一季两个月这样买 我可以保证你 可以重复命中大野的 OK 因为已经有很多用者 都是这样 有这样的经验 而且在这个channel 和你分享过 是不是 这个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 用了这两个表 你每天每个赛日的成本 都是30元的 其实30元就等于买 一个工具去选码 其实你每天每个赛日 你都会花 都会花几十元 例如30元左右 去买工具 例如呢 赛前你可能会买 牌位报纸 是吧 看赛职或者马步 看赛职 赛日你也可能会买 赔率版 或者看人家的提示 是不是 其实每个赛日 都差不多 你还花30元 但问题就是 你以前那30元 如果你买了很多年的马 那些工具对你有没有帮助呢 如果对你有帮助 你当然可以继续去运用 但如果对你没有帮助的话 那为什么不转呢 因为你每个赛日 也都是只需要花30元 就可以立刻拥有 职业牌位计算表 和职业数据库 这两个很多 专业团队都用的工具 那为什么你不用呢 更何况这两个工具 才可以真真正正 帮你用几百元去拨一个万 是吧 因为我们已经有不少的实力给你看了 所以我建议你 立即去用这两个表 按入这个位置 如要订阅成功以下 按入这个位置 立即订阅两个表 的第三个原因 那当然第四个原因 也很重要 因为当你立即拥有了之后 因为你已经看过我们这个视频 一段时间了 channel是吧 你会知道怎么去买了 那当你运用同一个方法去买的时候 例如买Q的关 或者三五彩或者四重彩 在未来的赛日 分分钟还打野 各位人士 就是你了 千万不要不信 因为我们有很多都是 初用者一买即中的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不信 未来的赛日 可以播放大赛日 各位人士是你 而且还是用小本去播放大赛日 所以最后 都说一句 如果还没有的话 就立即按这个位置 就是订阅请去以下 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立即运用 千万不要浪费任何一个赛日 因为每一个赛日 都是你可以以小本堂大的赛日 绝对不可以互乱浪费 OK 如果你觉得今次的video 对你明天选择 是有启示的 或者有帮助的 就麻烦你在这个位置 like 不断按一按 鼓励一下 OK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channel 而且想学多些 关于如何可以真正小本堂大赛日的买法 那我就建议你按这个 就是订阅了 因为为什么 当你按了这里 当你订阅了这个channel 之后 我们有很多新的video 新的方法 新的用者的心得 你就不会再错过了 这些对你以后 选择码 怎样去选择 怎样去买码 怎样去投注 怎样去真正用几百元去拨过曼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所以你不想错过 以后新的video 就建议你按这个位置订阅 好了 我就在这里 就预祝你 在未来的赛日 又过到关 又拨到大赛日